艾瑞他不是参加学校的社团 现在他们准备退出哈佛普利斯顿他们的大学的系统 辩论社团他们学校准备退出来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老师也跟他们学生解释这个问题 他们前一段时间高中去参加比赛 现在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就是说 倾向于种族平等 你知道他能到达什么程度 他有一个老师是参加评判 有两个人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 这个白人说的很好能力很强 但是另外一个黑人就说 你应该选我因为我是黑人 最后就选了这个黑人 他强调他的种族 那么为了平等他就要给他机会 白人就没有机会了 现在他们学校退出了 如果在这种里头 他们永远拿不到冠军 没有可能性 因为他们的学校基本上都是白人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在美国大学里面特别普遍 你们孩子们过来就知道 这又是另外一种不平等 特别是加州那边特别强调这一点 在招大学生的时候 你亚洲学生 你如果是即使你SAT可以达到15001600 甚至如果是一个非洲裔的学生的话 他13001200我也要他 你说你对白人 你对亚裔人 你是平等吗 也不平等 因为你等于是用了这么一个平等的这个理由 来剥夺了他们的这个权利 美国有好多这种州 你们要注意 你像那个华盛顿州 他这个州就是个蓝州 波音公司总部就在这 他这个制造厂就在这 在下图 他的政策就是什么呢 他考核他CEO 他不是按照他的利润 对这个企业的贡献 他是依据种族平等 就说你这个招来的这些人 是不是有相当一部分是黑人 他是按照这个要求 你说离不离谱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非常受诟病 为什么又提到这个问题 他们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评定 这个员工经过培训出来以后 有相当一部分员工不合格 经过培训了都 不合格都什么人呢 都是这些有颜色的人 他本身不是以录取员工的标准 他等于是为了那个种族的那个指标 把他的这个录取的标准 他降低了 说白了就是说 本来是应该招大学生 这些大学生 要不然亚裔的 要不然白人 都是能达到这个大学生条件的 但是呢 你要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黑人一个都上不来 那怎么办呢 他只能降到中学水平 来录取这些人 最后你看 经过培训以后 一上岗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这个就受到诟病 但是没有办法 整个的他在波音的这个政策上 他就是这么规定 而且他把这个写进了 CEO的一个评定标准 所以这就带来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美国这种情况特别多 包括很多大学里头 都是这种事 新疤� 新疗 新疗 互相 新疗 新疗 互相 既同 新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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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